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觉得我对不起雪村 我当年做了一件 特别对不起他的事 就是有一天 春晚剧组 有一群观众围着一个人 我就以为这个人 是因为长得奇怪 大家围观 我就往外 央视的一个主持人 拉着我的衣服 说别别别别 那人可火了 我谁啊 这怎么回事 我这排练的 这都乱的 最后他们告诉我 他是一个歌手 叫雪村 现在有首歌可火了 今年要上春晚了 我才说 不好意思 对不起 我没想到 长成你这样 也能上春晚了 长得与众不同的 都是珍惜动物 但是说实在的 您就那么潇洒 那年现场演唱 你紧张了 唱得没有平时好 对不对 唱得不是我的歌 你不管唱谁 反正现场是紧张的 你跟春晚唱的什么歌 出门在外 唱出门在外 我们找到了那一年 春晚的视频啊 咱们一起来 回顾一下 也有啊 有 来吧 习惯了 追着赶着忙碌着 只为对得起那份期待 哭过笑过茫然过 一个人躺起来 我觉得你挺会表演的呀 我就没把那当回事实际上 但是一上台一看 那么多人会有点吓 紧张了 请允订阅订阅 咱们来说